我媳妇最大的噩梦 婆婆来了 你现在把你的婆婆 当做你最大的客户来伺候 中天娱乐台 婆婆来了 敬请期待 而总统这年发表 除了比谁能力 比口才之外呢 也比谁最能体现名义 而三位选人 就各以小故事 当做选情催化剂 马菜主打感性诉求 刺激选民 而宋楚瑜则以自身 搭高铁的经验 暗奉马政府执政不力 某族权力拼连任 马总统说 就为了实现一个台湾梦 在这个老公寓的房子里面 有父亲对我的尊尊教诲 有我们两夫妻甜蜜的回忆 有两个女儿成长 跟她们的笑声 更有无数个长夜 我在编织着我的台湾梦 我常想 等我以后退休 就要回到这个老公寓 陪着母亲 我可以在景美的山路上 轻松地慢跑 和美青牵着手 在公园里面散步 看着来来往往的 菜饭老人 妇女 孩子们 脸上洋溢着笑容 这就是我希望看到的 平安跟幸福 这就是我的台湾梦 马总统感性诉求 拿木榨老公寓 对比家财万贯的蔡英丸 住的是洞区豪宅 蔡英丸则诉求公平正义 举了一篇读者投书 当例子 有一对年轻的情侣 三十岁左右 两个人都在科技业上班 一个月薪水 加起来大概是六万块 除了照顾父母 生活费用 跟房租之外 只希望 每个月可以存两万元 他们辛苦的赚钱 存钱 就是希望三年以后 他们可以结婚 共组一个小家庭 他们省吃俭用的储蓄 没想到女孩子被公司 无预警的减薪 原本已经很少的薪水 变得更少 发薪水的那天 他们在租来的小套房里面 两个人年轻人 看着薪水摊 抱头痛哭 马猜各举 直击人心的小故事 抽离政坛多年的宋楚瑜 自己则当了老省长 为夫出巡的故事主角 你只要走高铁 你从北到南 看到河川里面 全都是泥沙 堆积的跟两旁的河堤 快要一样 为了清廉而不去清泥 台湾国土的保持安全 到底怎么办 证件发表比口才比工房 也比谁的故事 能说尽选民 新坎丽 周全李正宏 王正 雷神小组 台北报道